那就目前来看 咱们说之前像什么新能源汽车呀 这些东西 之前说了很多 才能不能追了这些呢 你觉得现在这个板块持续性怎么样 像今天新能这个零部件 是不是 比方说充电 高压快充 充电桩这些 你觉得他们现在持续性怎么样呢 我记得刚才重点讲了一下 对于汽车零配件 我们只能是当成短线 而且近期来讲的话 它形成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短平块 立马的拉起来 基本上是一个以涨停板的形式 我们比如说 我们拿这个浙江世宝来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这两天形成一个快速的 没有形成一个大幅的放量 但是整体的量能也形成了 所以说什么 整个形成拉涨的时候 能不能突破这个位置 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 整个市场的板块的逻辑开始发现变化 这个变化什么 首先是英伟达的产业链 形成一定的上行 对不对 那么这种产业链 比如说以工业复联 以红博股份为首的这些形成上涨之期 其二 关键在于什么 国产替代 你看今天来讲的话 拓维信息虽然说下跌了 但是我们看到在前期上涨的时候 拓维信息没有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间给大家重点强调 在这一天我们强调它的机会来临 因为也是从结构上主要走的是什么 一个五浪结构 我们看到一二三四 发现没有 基本上近期上涨的就是整体就是短线的都是五浪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浪潮信息 对吧 今天的浪潮信息也是上涨了8.60% 以及韩武器我们看一下 整体来讲的话 市场这个资金再次重新回掉了之前的龙头 以及刚才我们强调的天地在线 发现没有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要么就是游戏龙头 要么就是什么 这些大模型的龙头 对不对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北京文化 今天我们有看0.64% 它调整回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再次形成一个回归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上海电影 对吧 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6到8月份 这暑期党一共多少部 72部影片 对不对 那么上映 那么整体一定会出现爆款的电影 那会不会带来一个连续的大幅上涨 之前我们看到爆款电影有一系列 对不对 比如说像满江红 对不对 包括再往前的 像一个AI动画里面的什么哪吒等等的 对吧 一系列的 这些都说明什么 整个来讲的话 AI加速了应用的落地 这是其一 其二 游戏它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多次强调 它是整体的应用端里面 可以说最适合变现的一个成本 一个是降本增效 这是其一 其二 我们所说的NPC 这个游戏角色本身能够互动了 增加整体的我们说说游戏玩家 对于它整体的一个续费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更重要是出现爆款 比如说我们今天再看一下青岛啤酒 我们再看一下啤酒 昨天我们也强调啤酒 对吧 今天啤酒稍有回落 但是我们在昨天强调啤酒里面 还有什么叫燕京啤酒 对吧 今天燕京啤酒盒涨了2.62% 我们在昨天强调燕京啤酒 可以说是啤酒在第一季度里面 涨幅最大的 什么涨幅啊 业组织涨幅大多少 7000%多 那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那可能更大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呢 比如说重庆啤酒 那么我们发现是什么 今天一个小幅回落 我突然想起一个 就是关于在暑期党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讲到一个评中 不是推荐 我们所设计的所有个股都不是推荐 只做案例分析 因为陈老师给大家的收盘必读 是给大家的是什么 是市场的资金的方向 这是其一 其二 整体资金是什么样选择的 我们一 要选择一些热门的 短线的 同时资金关注的 这是其一 其二 我们要选择一些超跌的 我们要选择一些底位的 我们之前讲到一个什么 既然像旅游酒店 今天70盘中有一定的移动 对不对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 今天我看到航空也有一定移动 但没涨起来 但是从底部来讲的话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爱美克不是推荐 我发现一个点是在于什么 爱美克它在底部放量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 发现没有 它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放量 发现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 形成什么 连续的上涨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 不是推荐 我只是告诉大家 要进入到我们的案例池 如果它要涨 它是一个连续的震荡上涨 这种是更加稳健的 比如说微龙股份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 微龙股份形成的是什么 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今天达到上4.87% 好我们看到形成一个冲高震荡 放量了 好 那么如果说有利润的 我们开始兑现了 因为什么 今天形成一个放量 也就是它有一定的资金的利润兑现 那么我们从什么时间 重点强调 上周一 对不对 那么跟踪陈老师的 咱们告诉大家什么 既是一个关注点 也是一个指引点 对吧 我们看到 从上周一到今天 区间涨幅 我们不是推荐 我们只说 它从上周一到今天 88.82%的一个区间涨幅 天地在线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天地在线 是在什么时间 这个位置 我告诉大家 我们5月底的时候强调的 好到今天多少 76.70% 它有没有走完 没有 我们在前期 上周的时候我们强调 我们要警防一个五郎四的震荡 它不会形成大震荡 为什么不会形成一个大震荡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指出了 五郎一 五郎二 二浪它是一个巨市型 四浪平台型 对吧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要认清它这个行业 二要认清它的波动的规律 三要认清资金本身是否流出 快两个月了吧 我们讲到人工智能AI 你不要再看什么指数了 明天预测涨 跌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看指数 有没有大的系统性风险 我们在前期强调的是什么 就咱们的收盘必读 陈老师重点给大家解读的时候 我就强调 五月份整体调整下来 没有系统性风险 对吧 为什么没有系统性风险 它跌到3168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字头开始 加入到战队里 开始干嘛 脱底指数了 对不对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风险 比如说海外出现一些系统性风险 比如说我们政策出现变化 有没有 目前都没有 政策是强预期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最适合做短线 最适合做一些油脂品种 最适合做一些题材